373章 陈主相情 墨天歌二人在旁边走了一圈 立刻寻到了伙计所说的客栈 客栈的外面挂着一面小旗 上面画着一朵白色的云彩 一跨进客栈 立刻有人迎上前来 那位前辈可是要住店 墨天歌挑了挑眉 这接待之人居然是个低阶修仙者 而不是魔修 扫了一眼 这客栈颇大 而且也没有太多的人流 进去的以住机器为主 看起来这客栈规格甚高 接待高阶修史居多 他看了面无双一眼 见他还算满意 便道 不错 你们这儿可有亲近一些的地方 有有有 接待他们的低阶修史笑道 我们客栈 就是专门接待两位前辈这般的高阶修史 连洞府都可以租到 不知两位前辈要住多久 是要普通的客栈房间 还是单独的小院子 或者洞府 墨天哥看下念无双 他对此比较随便 却不知念无双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念无双看着他道 就要个单独的小院子吧 墨天哥点头 小院子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 他们都喜欢清静 普通的客栈房间顶多只能当作聚会场所 人流复杂 住着肯定不合适 而洞府又太麻烦 他们随时都可能会走 一间小院子足矣 那就要一间清静的院子吧 住多久不定 只管挑好的 那低阶修史笑道 好嘞 上等院子一间 每日两块零食 两块零食 这价格却有些贵了 墨天哥一条梅 还没问出来 那伙计何等伶俐 已经笑着答道 前辈不知 我们客栈 专供修仙者居住 这在魔狱是要花点功夫的 所以价钱稍贵 墨天哥想想 接受了这个解释 看着聂无商 显然他也不把一天两块零食放在眼里 便道 带路吧 伙计恭敬地做了个请的姿势 那位前辈 请随我来 墨天哥与聂无商二人 正要跟着这低阶修史进去 忽然客栈门口 跨进来一人 魔气满身 两位修仙的道友 请留步 听到身影 再感觉到对方澎湃的魔气 墨天哥和聂无商 差异地停住 转身向门口看去 换住他们的是个 结单中期的魔修 看年纪三十来岁光景 黑发短须 长着阴沟鼻 使得此人看上去 精明而阴产 这位道友 是叫我们吗 墨天哥见此人的目光 放在他和聂无商身上 出声问道 这人仔细打量了二人一番 方才说道 不错 两位道友 笔姓梁 乃兴落成直离长老 听得此言 墨天哥和聂无商 一同吉礼 原来是梁长老 这位梁长老 见他们二人神态站顶 不卑不亢 便知道他们 都是见识广博之人 脸上就带出一番笑来 还礼道 二位道友 不必客气 不知如何称呼啊 墨天哥忍了笑 说实话 这位梁长老 不笑就算了 就是看起来阴沉心 一笑起来 立刻让人觉得 不怀好意 在下秦威 虽然心中暗笑 面上他还是维持着 无可挑剔的礼貌 聂无商只是拱拱手 淡淡的 天残 哦 原来是秦道友 和天残道友 梁长老说了一句 就直入主题 不知两位到我心落成 有何贵干呢 墨天哥看了念无商一眼 与人打交道之时 念无商并无兴趣 就扬了扬下巴 示意墨天哥去打 墨天哥便道 我们只是途经此处 随意逛逛而已 哦 原来是这样 梁长老的目光 在两人身上 转来转去 似乎在电量 他这话 是真是假 下一刻 人是脸上淡笑 二位道友 修为出众 难道我心落成 真是难得 不知在下 有没有这个荣幸 请两位道友 去陈主府 做客呢 闻听此言 墨天哥与念无商 诧异地对看一眼 他们都是时常 在外行走之人 见多识广 却是第一次 遇到这种情况 修饰之间 很少会态度热脱 除非同样有结交的念头 才会如此 眼下他们 不过出道心若晨 这位梁长老 居然这么巧 就过来相亲 究竟是无意碰到的 还是有什么目的 这般想着 墨天哥干脆直言问道 敢问两长老 究竟有何事情 如果只是彼此相交的话 不如等我与 天残道友安顿下来 再去陈主府一行 如何 这就不必了 两长老目光一闪 看了看四周 他一到来 那招待的伙计 早就站到一边去了 如今客栈的伙计们 只是远远看着 不敢上前 他道 不满二位 此事是陈主校的令 近期内 但凡在我新落成出现的 结单以上休市 都要请到陈主府 墨天哥 烂烂烂烂 见着两长老满脸肃然 虽无墙壁之意 却是态度坚决 他便道 两长老 我们都是杰丹修士 若是没有明白的理由 却是不便跟两长老走一趟 他这话很明白 结单休市 其实那么容易 也是强压的 这新落成的陈主 也不过是个原因 初期的谋修 他们虽是不急 却也不到 任人宰割的地步 若是这位两长老 好好解释 他们人在新落成 少不得给陈主一点面子 可若什么也不说 只是以强势压人 那么他们也不会老老实实 束手就负 两长老显然是见惯了 脸上没有为难之色 笑了笑说道 两位道友不必紧张 只是陈主有事相请罢了 至于何事 死地不便相告 若是两位道友不介意 我们边走边说 这位两长老的态度太平静 看起来着实不像 有什么阴谋的样子 墨天歌与念无商对看一眼 念无商禅音道 去看看也无妨 墨天歌考虑了一下 慢慢点了点头 抬头对这位两长老道 既如此 我们就随两长老走一趟 闻听此言 两长老露出笑容 客气地说道 多谢二位道友配合 请随我来 说着这位两长老就出了客栈 墨天歌看着他的背影 向原先招待他们的伙计 招了招手 这位真是你们的直理长老 近期是否有其他的结单修士 被请进陈主府 那伙计迟疑了一下 方才恭敬打道 前辈 这种事 不是我等生活在新落成的普通修士 可以知道的 而且 结单前辈 很少会在世间出现 我们客栈 近期内接待过的结单前辈 就是两位了 不过 这位确实是我们新落成的直理长老 这个不假 他话言甘落 一旁掌盔打扮得着急修士道 两位前辈 这件事 小的倒是知道一些 就在昨日 有一位结单前辈 就是在查坐 被请到陈主府的 哦 多谢了 墨天歌向他们说了声 转身出门 聂无伤也跟了上去 聂道友 墨天歌传音道 你有神识感应下 是不是陈中 没什么结单修士 过了一会儿 聂无伤回道 不错 除了你我 和那位两长老 只有陈东 有一位结单修士在活动 墨天歌点头表示了解 新落成的陈主 是原因出去修士 照理说 新落成的结单修士 不应该如此少 看了那位两长老 说得不错 结单修士 都被请去了陈主府 陈主府有禁止 他们探查不到 二人走出客栈 那位两长老 就在不远处等着 看到他们出来 露出笑容 引上来 两位导友 请 墨天歌含笑点头 与聂无伤 跟随两长老而去 由这位两长老带路 周围的低阶修士们 纷纷避让 给三人 让出了 颇大的空间 两长老 聂无伤 把斗笠 抬了抬说道 陈主相亲 究竟有何目的 可以说了吗 两长老随手 施了个格音节 借道 两位导友 道我心落尘 并无钥匙 是吗 这个问题 墨天歌二人 早就答过 不过 当时那种情况 很有可能 是随便说说 这位两长老 又慎重地 问了一遍 墨天歌道 不错 我和这位天才导友 只是途经此处 其一来逛一逛 见识一番而已 两长老含笑点头 那就好 他顿了一下 说道 不满二位 陈主 自两个月前开始 就将出现在 我新落成的 结单道友 全部请到了 陈主府中 乃是为了 办一件事 哦 以新落成的规模 不说多的 两个月时间 应该足够 请到十来位 结单修饰了吧 再加上 本城的结单修饰 估计要有 二三十位了 什么事 需要这么多的 结单修饰 这件事 究竟为何 没有陈主的允许 我不便提前透露 不过 事情大致就是这样 当然 两位道友 不必担心 陈主 请诸位办事 都是会 赋予酬金的 两长老 他说完 聂无商忽然 冷冷说道 此事 是否我们 不能拒绝 这位两长老 闻言一愣 谨慎地 看了聂无商一眼 方才说道 这个 在小不知 在小只是负责 将出现在 新落成的 结单道友 请到陈主府 事情 自有陈主 对这位说明 不过 直到今日 确实 无一人拒绝 墨天歌 挑了挑眉 没有说话 这事情 可有些不寻常 两个月时间 所有出现在 新落成的 结单修史 都被请了 居然 无一人拒绝 要知道 那些结单修史 出现在人间 多半是 有事要办 像他跟 念无商这般 随处逛的人 反而很少 那些人 有事再生 为何 却没拒绝 仅仅是因为 请他们办事的 是一位 原因修史 得罪一位 原因修史 确实是 结单修史们 都要避免的事 可结单修史中 有多少身份不凡 背景强硬 这新落成的势力 在北林国的 魔域之中 也只能算 马马虎虎 他们犯不着 为了不得罪 一位新落成主 就勉强自己吧 这么看来 要么就是 报仇惊人 那些 结单修史们 难以拒绝 要么就是 这位新落成主 耍了手段 他们不能拒绝 究竟是 何者呢 莫天歌 看了看聂无双 聂无双 也在看他 莫道勇 你觉得呢 聂无双 密语传音 如果是前者 也就罢了 后者的话 他们贸贸然 去陈主府 可不是个好选择 进了人家的地盘 就任由别人做主了 可如果不去 也不是办法 这位两长老 态度虽然还算不错 可很坚决 他们已经在新落成了 如果现在不去 那位陈主 亲自出手的话 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件麻烦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